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这个随机电话的访问 问了2971个市民 主要问他那个催泪弹 对他们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纪录 肯定香港在过去那七个月 放了16000枚的催泪弹 是对于整个香港 无论是在示威现场的一些示威者 市民 或者在家里的无辜的一些街坊 或者今天我们主要集中说 就是在工作上是无法逃避 而是暴露很大的风险的清洁工人工友 我们都是做了一个调查的 那么调查的结果 我简单去说 第一题都令我们都挺震惊的 原来我们随便问 有三分一的市民 是他或者他的家人 是因为吸过催泪烟 而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个都是令我们有点诧异的 如果用一个我们随机抽氧的做法 有三分一的市民 即是香港在说超过200万人 是他自己或者他的家人 是曾经暴露过 或者是在这些催泪烟的影响 这个我们就没有问到 他是否正面去吸 或者其实很多就是基本上 在他的环境那里走不掉的 比如举个例子 他在葵方港铁站的话 那他怎么走得掉呢 整个港铁站在那里放了催泪烟 他在太古城的 他根本走不掉的 他一定要经过那个站 或者其他的地方 三分一是相当大的数字的 第二个就是政府处理这个化学物残留的工作 做得够不够呢 或是57的市民受访者说政府不做得够 那这个其实影响最大呢 是两类人的 就是那些街坊 日日走不掉的那些 和我们一些Danny会讲的工友 那究竟担不担心呢 有66%的市民是非常担心 是51% 超过一半是非常担心 和担心15% 就是总共66%的市民呢 对于这些的残留物呢 是相当的担心的 那现在去到今天 去到我们1月19号 政府都完全一句都不肯呢 是公布这些的催泪烟的成份的 这个是很离谱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催泪烟呢 大家都知道呢 他连从哪里来政府都不肯说 而我们收到的信息呢 就是在外国那些 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来的 都用完 现在用了 或者用了多少 或者是否继续用国产货呢 我们不知道 那有60%的市民回应者 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合理 很简单 你用多少 我们蒙在鼓里 用些什么的成份 是不是都应该告诉我们呢 百分之七十七的受访者 有百分之五十八 或者百分之十九 即百分之五十八是非常应该 百分之十九是应该 即七成七的市民呢 是认为政府应该公开 催泪弹、催泪烟的成份的 好了 觉得现在警方用这个 一万六千枚的催泪弹 是否合理呢 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访者 是认为是不合理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相当重要的 早两个星期呢 林郑就是 做戏呢 就去了探望一些外判工 就说多关心她 怎样帮她 但是政府其实 什么都没有做过 帮这些外判工的 有百分之八十八的回应的市民 认为应该政府是要协助这些外判工人 去应对这些催泪弹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交个时间给Danny杜振豪 然后我才讲一些催泪弹的人体的影响 我想这几个月很多的市民都会见到 其实有很多街上的催泪工人 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装备 去应对那个处理催泪弹的问题 但是我想在这里 我想强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工会和工友接触的过程里面 其实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工友其实没有足够的意识 是去保护自己的 即使工友可能在清理催泪弹延长的时候 都是咳得很辛苦 流了眼泪 他都会觉得就是 没事的 我休息一下就没事的了 就耐得住的 我就做惯了一些东西的了 OK的了 所以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装备之外 究竟政府和外判公司 有没有和工友有足够的宣传和教育 如果没有的话 工友意识不了问题严重性的话 即使有装备 它都未必会愿意戴的 这个是此其一 而其二 都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装备都是不够的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 杨股道街市就种了出去弹 在放出去弹的过程里面 工友在街市里面做了清洁的 事后我们问食环署 你有没有指引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但是很遗憾 我们来往了三四次的通讯 到现在为食环署 都是没有给过一份指引我们的 都是不肯给的 到最后是怎样呢 到最后是阴工 阴工到外公会要找外盘公司帮忙 才拿到那份的指引 那份很神秘的指引 它不肯公开的指引 那指引也算是详细的 有列明很多不同的装备要做 包括口罩、眼罩、头套、鞋等等 但是很遗憾就是 跟我们现实看到的情况是很不同的 最早期的时候 就只得一般的外科口罩 后来我们工会其他努力团队 立得多了 就开始看到一些至少有N95级别的口罩 但是说到一些 指引上说的厨服装备 例如眼罩、头套 其实都是没有的 那我们也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曾经问过一些区议员 去询问 食环署怎样都会不提供这些装备呢 或者那个指引其实是否没用呢 食环署会这样说 他们是有的 公司有提供的 后来我们看到 我原来是这样的 譬如旺角区为例 他们就会在吹血弹放完那晚之后 早上就会有一队人 我们俗称叫特别队 就真的全部装备去清 但是那里可能做一个小时就走了 但是后来 留在街上做普通的街道清洁的工友 就只有口罩而已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食环署可能只是有一队人 有全部装备 他拍到相机的差 就以为全部的工人都有 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事实 第三就是去到那个指引 其实他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指引其实是没有弱速力的 究竟外盘公司如果他违反指引 他没有提供足够装备的话 那食环署有没有任何的处分呢 这六七个月以来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工人其实是不够装备的 那我们向食环署投诉完之后 他是不是会跟进呢 如果跟进完发现是有不妥的 是不是会处分呢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 政府只是把那个责任推卸给外盘公司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 坦白说就是 我想任何人都估计不了 过去那半年 是会有这么大的事件发生 不会有任何的人是想象到 是可以这么密集的 在一个城市中心里不断放吹雷弹的 我想在外盘公司去投标落价的时候 也是估计不了的 所以我们就这么想 你要外盘公司去吃光装备的支出 其实都未必是公道 毕竟你一个N95口罩都港元10元一个 加上其他其实 在北上相当不少的支出 尤其是在个别很严重受影响的地区 例如旺角 那在情况下 其实你政府 你自己林郑都撤回了一个法案 那其实你都应该承认就是 其实整个风波 政府是有一定责任的 那这个这么大的示威 属于既然政府有责任 为什么他不去做基本的 就是包揽责任的功夫呢 向外盘公司 或者直接向工友提供足够的装备呢 那最最遗憾就是 刚刚郭先生也提到 就是去到今时今日 政府都是不肯去公布 那个催裂弹的成份 甚至乎 有一句说话 陈绍子说完之后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震惊的 就是 他不肯公布是因为 担心影响警方的部署 他不说这句 可能大家都觉得 英国某事 说完这句就更害怕了 那是不是催裂弹的成份 是有什么大问题呢 一公开了 就会令到很多人都震惊呢 是不是这样呢 就会令到那些小小子是很害怕催裂弹 还是不再害怕呢 这个其实应该是要去回答的 但是 就是陈绍子局长 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 清风局做局长呢 就是如果他自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政治最优先 然后就是市民健康 和公共卫生放一边的话呢 那其实你不如找邓炳强做局长吧 陈绍子你不如吐日允言吧 那我先讲到这里 那么多先 那有几点想跟大家讲呢 就是 现在放的催泪烟或者催泪弹呢 它对人体影响很大 但是没有解药的 是一样解药都没有 它的影响呢 就由最外层的皮肤 去到最严重的呢 其实是呼吸系统的 我们有很多的外判的工友呢 其实都是长者来的 他们本身呢 有很多 其实可能有哮喘啊 有慢阻肺病啊 或者有一些轻微的心脏病 已经证实呢 就是这些催泪烟的成分呢 对那个呼吸系统的影响是很大 如果它是有哮喘又慢阻肺病的话 它会直接引起那个病的爆发 而对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而最令我们难堪的呢 就是食患处呢 第一就是陈兆耻要负责的部门 但是偏偏食患处或者部分其他的 比如或者屋邨呢 就是房处啊 或者是康文处的工友 外判工友 其实他们每天就要暴露政府一个施政失败 或者是造成这个混乱之下的恶果 还要吃多一重呢 就是他们要吃这些催泪烟 催泪烟呢 在1993年的国际的条约里面呢 已经被视为化学武器呢 是在战场上呢 是禁用的 但是呢 在今天 我们的政府 放吹淚烟呢 就好像我们经常用一个字 叫做食放题 就是好像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约制之下去比 在很多的地方 包括举个例 伊拉克呢 其实已经发觉到呢 或者被报道呢 就是已经构成了对人命的影响 可能有数以百计的 是伊拉克的示威者呢 是死于这个催泪弹的 其实因为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 在政府用着的催泪弹 就是国产那只呢 那温度呢 是比平时我们在其他地方是高很多 就是说 它释出的二岳英 和有毒的化学物呢 是比以往传统的 那些外讲笑的来老货是高的 但是去到今天呢 这些的所有的成分都不知道 政府是可耻的 因为这些的工友呢 他们是收紧一些很微薄 是被剥削的工资 但是他们暴露的风险呢 是给所有人带的 举个例子 今天我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最终又要放吹淚烟 我不知道未来这个月 有很多的抗争的活动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政府一天不回应 五大诉求呢 其实很多的市民 示威者呢都会继续是用一个抗争呢 是要求政府是会回应的 在这一段时间 这一些 除了市民是受影响呢 我们前线很多的工友呢 他们其实是孤立无援的 那我就希望呢 林郑不要再做戏了 就是早两个星期下去升星作态去帮 或者是鼓励那些工友呢 其实是做长期的 这么简单 成份不公布 装备没有足够 没有任何的指引 没有训练 其实他是将这些的 我们最前线的基层工友呢 难听些 是送死的而已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是再次呼吁呢 政府要回应 一定要将这些的成份 和一些需要保护 这些工友的装备和指引呢 尽快去公布的 或者在这里 有没有其他记者朋友的问题问 想问调查的数字 这个2971人当中 有多少是升级工呢 还有没有说 讲到以往那些指引 有没有说派装备 有没有说哪些部队 是特别是没有这些装备 或者公司有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是没有这些装备 或者我回答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给Danny回答 第一部分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随机抽氧的 其实我们用的方法是电话随机 所以不会去辨识他的身份的 不过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都挺大的 因为那个回应率比我们一般是高的 接近3000 那么就无论他是不是工友都好 我相信香港的市民是关心这些工友的 你看到 里面没有工友 但是里面都有8成8的香港市民 就是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是站在工友那边的 他认为政府这样对待工友是不公道的 第二个问题我请杜先生答案 其实不同地区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程度的落差 但是基本上关于装备的问题上 其实跟我们平时的工具是去批评说 你没有足够的鞋、掃把那些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他很多时候都会在他的垃圾站的位置里面 就放一套的装备 或者是一个数量的装备 就会放在这里等别人去巡查的时候 就会给你看到其实我们有的 但实际上是不是会有足够的数量派发呢 这个就视乎那个管工和那个工友的沟通 而很多时候就是管工会用不同的方式 就会限制了工友去拿的数量 这个不单止是出炉弹装备 其实我们平时看到的 即使是不是放出炉弹的时候 口罩、手套那些 都是出现相同的问题的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一般市民可能很难 就是未必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这个就是工友日常了 就是在公司面对努工时巡查的时候 他会给他看的 但是工友去问管工去拿的时候就很困难的 他那时候会说 今天刚刚试的东西就派完了 明天才是下个星期 那就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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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是其实不够用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 即近代我们很多努工团体和工会 都有一些的调查发布 都会说 甚至乎口罩是要用整个星期的 甚至乎要跟人们共用的 因果是这个情况 就是他问的时候 公司说没有 但努工团出问的时候 当然是说有的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想說一下 其實這些裝備要是合格 是需要政府是真的要下一個標準的 譬如怎麼用一個外科的口罩 就可以避到催淚煙?是不行的 第二,這些工友 其實很多他們沒有足夠的訓練 以及沒有足夠的指引 其實他們保護不了自己的 他的衣服是怎樣去穿 穿一些保護衣是怎樣去穿 回去有沒有在一個未回家之前 其實在那個垃圾站 或者在他的工作地點那裡 全身清洗一次才回家 防止他將一些催淚煙 帶回他的家人或者他自己 這些最基本、最簡單的做法 都是沒有的 這個其實是難聽一點是靠害的 因為這些工友 其實他們沒有任何的保護 但是他們是天天都要面對這些風險的 大家還記得在不斷的 政府不斷利 以及政府容許警察 亂射催淚煙的時候 包括油尖旺那些地區 銅鑼灣、中環那些 其實在整個街 我們說整個星期之後 那些催淚煙的味道 其實大家都還聞到 我們是聞到 我們還可以離開 還可以走避 這些工友是沒有得走的 他一天八個小時 就要對著這些環境 你不要的東西 他要去收拾 不要忘記 警察亂射這些催淚彈的彈殼 還有所有這些殘餘那些 是他們去處理 他們徒手去處理的 普通人 拿了警察就會抓他 說他可以告他 大家還記得有一些記者朋友 或者其他人 撿過催淚彈的殼 都要被警察要抓 但是這些工友 他沒得不做的 因為他不做的話 這些催淚彈的彈殼 就是遺留在這裏 在社區那裏影響其他人的 他們為我們整個社會 是付出很高昂的代價的 因為警察噴完之後就走人了 他們自己全身裝備 他是不會有問題的 所有的首尾蘇州市 就是我們的工友 我們食環署 還有其他 譬如房署或者康民署 最基層 最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工友 是吃掉所有的後遺症 這個是可恥 我補充多一點 就是一點的觀察 就是 在我們幾個關注清晰工友的工團體裏面 就是 都圍內是有溝通和聯繫的 基本上就是 裝備當然是不足夠 但是我想再強調一個問題就是 是沒有任何的培訓 和教育出現過的 在我們接觸工友的過程裏面 他們跟我說回就是 沒有 公司和食環署從來沒有說過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剛剛說到的就是 即使你有裝備也好 如果工友意識不到是需要大的話 其實它是不會大的 所以變成是沒有用 是的 所以 是的 究竟 我有一個 是的 同意的就是 現在我們很多工友是少數族裔的 譬如尼泊爾裔或者是南亞裔那些 我找不到一個指引 我不知道 Danny有沒有一些指引是他們明白的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沒有任何協助 他們的外判工就隨便出過 最多是中文的指引而已 其他少數族裔都是蒙在鼓裡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其實在我們跟工友的了解裏面 甚至乎那些指引是落不到基層工友那裏的 他只是給外管公司的高層 管工有時知道 有時不知道 就看上面的監督他給不給了 所以基本上的指引是不能夠下達的 更何況 即使有給的也好 他貼了出在垃圾站的外場也好 很多工友不單是離譜以裔 即使是華裔的 其實可能都是不懂中文的 或者是懂一點 其實很難看中文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專人到現場那裏 跟他的工友講一次的話 其實你拿指引是沒用的 對 今天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鵬公民的 很多次我們看到警察 診他們對記者或者群眾 噴他們的pepper spray 紅椒噴漬 他說想知道這個成分 現在知不知道這個成分 第二個問題呢 在你接觸的工友當中 有沒有具體的壓力很嚴重呢 更加更加進化和收入 OK pepper spray 就那個根據警方的表示 他就不是CS 他是一些刺激的液體 好像我們那些叫辣椒水那些 不過在文獻上講得很清楚 這些pepper spray 就是一些胡椒噴劑 由於他的濃度很高 以及直接射 過往是有一些死亡的個案 舉個例子 如果那位的市民或者人士 是被有烤喘的 或者他有心臟病的話 他一噴了下去 他會誘發一個氣管 急速的收縮 所以如果他是有烤喘的那些 他立刻發作 他死定了 第二就是如果那個人 已經是有心臟病的 或者是一些露血管病的話 由於他那一刻呢 他很辛苦 以及他呼吸得很快 他誘發過心臟病法 所以在外地試過噴這些胡椒噴劑 是死亡的個案 第三個就是罕有 但是不會發生的 就是那些叫過敏的反應 那些過敏反應是沒有得猜的 也不知道哪個會有的 就是譬如我可能有對這些胡椒噴劑 有很大的反應 但是我這一輩子 人不會被胡椒噴劑噴過的 直至我被警察一噴那一刻呢 我就起一個反應 那些反應呢 就更強烈過敲喘的 直接他是整身是休克 是死的 那所以大家記住 催淚煙是化學武器 胡椒噴劑是化學武器 這些都是 他的名字叫做 non-level weapon 但是其實在很多的文獻講 這些是會引致有死亡的個案 無論是他的彈射出來的那個力量 或者是這些胡椒噴劑也好 催淚煙裡面的成份 都是可以致命 第二個或者Danny的答案 其實很多影響未必即時見到 當然即時我見到就聽了很多 就是不斷流眼水 很難透氣 咳嗽、氣喘 但是一些非即時的影響 我們聽回來最嚴重的一個情況 就是尖沙咀的公友 基本上他去完現場之後 有整個半身都出色紅診 但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知識 所以他不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所以沒有看醫生的 我們隔了很久再問他才知道是這樣的 我相信其實類似情況都是這樣的 可能影響了他自己不回意或者不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幾個團體都一直是 在不同社區裏做一些調查 去問究竟那些碎蛋對公友的身體上影響是怎樣的 但坦白說這個是相當複雜的事 因為很多呼吸系統它的受損 其實可能是長時間的問題 你可能要做一個比較認真的比較 才可以知道究竟影響有多嚴重 所以我們這方面還在做 如果有可以公佈的時候我就會說 我舉個例子 倫敦 大家都知道 英國倫敦都是在較早前的使用這個催淚煙之後 他們其實做了一個詳細的研究 他們是用當地的警察是用了一筆費用 要求一些大學去做一些研究 就是看回這些催淚煙對人體的影響 所以他們在去發這些催淚煙的時候 他們是有一些以往已經知道的一些知識 我都未見過英國亂去發 這個可能是跟他們當地的政府和警察部門 他都做過一些研究 是要求去看 他有兩件事為何要這樣做 一個就是從那個對人體的影響 第二個是對那個我叫職業的暴露 occupational exposure 就是說無論警察或者其他人 當他需要接觸這些催淚煙的時候 他要做的情況 這裡我想譴責勞工署的 因為在香港其實有一個很清楚的條例 就是任何僱主是需要負責一個安全的環境 是給工友的 現在勞工署包括署長 基本上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他見到很多的員工 食環署的員工 康民署或者房署的員工 是日日暴露在這些叫職業的風險裡面 而是完全不理 這一點其實是無法無天的 你想一下食環署是一個政府的部門 食環署的外判工以前是公務員來的 不過現在政府剝削他們 就沒有給他們 原本勞工署是應該做這個職責的 由事件六月到現在七個月 勞工署一聲都沒有說過 勞工署長是廢的 也都是完全做不到保護工友的安全 好,那就多謝各位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你可以找Danny或者找我 謝謝你